端午節這三個字 端午節的名稱 究竟為什麼叫端午節呢 歡迎收看傻傻傻傻 你好我是Jack 葉潮明 端午節快樂 對於端午節的遊慮和故事 相信大家有勢就聽到大了 不過不要緊 等阿明亂說 再一次refresh大家的記憶 首先說 其實端午節有很多版本 其中一個是五指衰的版本 這個字名 我上網查詢語發音 應該是準確的 但我不敢100%肯定 不過無論如何 今天不講這個 我們講回屈原 屈原是一個詩人 很愛國 屬於楚國的人 有一天 楚國就受到巡國的 invitation 就說 一齊過來我們來結婚 那楚原 是屈原 屈原一聽之下 就知道大事不妙 所以他就跟楚國的楚王 就說 Dameo不可以 一定有龍尿有景棍的了 結果這個楚王就不相信他 就把屈原流放到邊境 一夜就踢走他 但沒多久之後 秦國也一夜就吃了楚國 屈原就很傷心 因為他是一個很愛國之人 就傷心那裏 一抱抱著的石頭 跑啊跑啊跑啊 就逃江自盡了 在這個時候 村民知道了之後 亦都很傷心 因為知道屈原是一個 外國情操非常之高的人 就立刻出到江那裏 打漏他的屍體上來 所以就有了現在這個環龍洲的一些文化 當然屍體是拿不到的 結果他們擔心屈原的屍體下面 又被魚摔了 結果就做了一個種 在這裏也有幾個版本 有些就說拿竹筒 把米飯塞進去 然後扔到江那裏 等魚吃 有些就說 因為米飯 如果這樣扔下去 會鬆會散 所以就拿一個夾子包著 才扔下去 亦都是等魚吃 但無論如何都好 當然在這個端午節 大家都會食種來應景一下 應節一下 有否想過端午節這三個節 端午節的名稱 究竟怎樣叫端午節呢 首先我們來講端節 端其實是初始的意思 所以端午就叫初午 按照這個曆法 五月其實就是五月 一二三四五的五月 還有下午的五五月 所以以前由端午 慢慢慢慢逐漸 就變化到現在叫端午節 這個意思 除了這個名字之外 亦都有不同的地區 不同的叫法 包括有端陽節 端日節 五月節 五日節 夏節 天中節 種子節 但是沒有蹦節節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 說到這裡 知道大家也有肚餓了 大家快點去到這個雪櫃 拿種出來叮熱再吃 而阿明因為由於沒什麼quarter 所以我今年就不吃了 交給你們 喂喂喂喂 阿明由 連按說故事 多謝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subscribe 這個屬下屬下 然後記得要按我鐘仔 有最新的影片 你第一時間會知道 端午節快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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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